過年快到了 這個搭車人潮增加 但是我們獨家看到 在高雄市火車站前各單位呢 正對合法營業客車來機查的同時 這非法營業的小客車 也就是俗稱的小野機業者 大辣辣在街上非法攬客 也形成了這官方機查合法 但是非法逍遙法外 這樣的景象非常諷刺 聯合機場的大隊人馬 正準備檢查營業大客車的安全項目 但是政府在這裡 繽紛多路機查合法業者 一旁違法營業的小野機車 就停在旁邊的馬路 名正言順的準備營業 像這位拿著洋伞的歐巴桑 以及小姐 在火車站附近的路口徘徊 見到帶著行李的乘客 會立即屈前詢問 雙方談論價格後 像這位男生一樣 會被帶到路旁的九人八等待 等人數湊齊 九人八立即出發 他們那些 扭車都扭幾個了 他們不一定 你還幾十個十個在挑戰嘛 在挑戰 看這些九人八 車牌全部都是白牌 並不是營業車 說穿的就是非法營業 警察都不知道嗎 知道 如果不出席啊 有人拯救了 有人拯救了 公務人員警察 警察就出來出席就走 政府動員人力 對合法的大客車進行安全積查 結果非法的黃牛 卻名正言順的在欄客 根本無視於積查人員 相當諷刺 中間新聞綜合報導 分析